今天是要見Simon Simon是很会煮饭的男生 还没见他之前 我其实真的可以已经给80分了 因为我觉得男生如果会下厨的话 真的 因为我很爱吃啊 然后我又没有很会煮 所以如果男生他会下厨 我真的不用见他就已经给80分了 你好 我是Simon 今年35岁 那我是做广告的 我以前其实我也有听过人文明这个名字 就知道他以前报过新闻报报看 然后就比较喜欢爱吃东西 那么恰好我也喜欢煮 所以就来试试看哦 你什么时候开始爱上下煮 从小吧 就可能在小的时候 跟外婆煮东西 所以就比较喜欢煮哦 OK 然后我们现在要请Simon教我怎么切这个灯笼胶 OK 鸡蛋 鸡蛋 半死流 Simon 可以给我们介绍这个是什么吗 呃 其实是这个是那个 那个什么 茄子 茄子 对 然后拿去烤的上面有点那个 茄子的一个 一个 铺在上面 对 铺在上面 然后有点脆脆的 对 你有没有名字 没有耶 就 Simon Simon的健康美食吧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看我梦见玫瑰 不停翻译的时间 到明年 几天瞬间 而一遍 那刚开始见到Simon的时候 我觉得它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点的严肃 但是就是我们在聊了天 然后就是大概在准备那个食材的时候 就开始大家比较放松 然后才注意到它其实笑起来的时候 一个小酒窝 还蛮可爱的 还不错 加分加分 为你写事 为你情志 为你 和你 我买了早餐给你 然后还有你 你们喝个 尴尔咖啡 谢谢 谢谢 你